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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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年 在日本創下收市佳績的日劇 《領導者們》 改編日本豐田汽車創辦人的奮鬥故事 說明企業要成功 得靠公司從上到下同舟共計 這就是賭步全球的豐田生產模式 現在日本的豐田生產模式 也有MIT版 這一間工廠 燈光明亮 環境清潔 你絕對想像不到 這是一間做傳統汽車零組建的工廠 而這裡的員工 都不像以前奏偶手的 他們都可以不用汗流加倍的工作 占第三公頃的廠方 威化井然有序的機台 這裡生產汽車零件 油封 顧名思義 汽車油封就是用來豐油 一般汽車引擎裡 裝有凸輪軸油封 曲軸油封 氣門油封 另外還有變速器前後油封等 防止潤滑油或機油滲漏 而這MIT的小零件成功打進 全球汽車工業的最高殿堂 德國 德國就有了 我屬於一個陶地 這一個MIT版本 我不需要去跟它拜訪 它自己找到訂單 它會優先優給我篩選 輸的廠法由頭打扮時髦 汽車油封製造廠 董事長吳崇讓作風前衛 儘管家族經營汽車零件製造廠 相當成功 但吳崇讓卻選擇與其切割 在彰化花壇的廠房外觀低調 看不到招牌 但卻能吸引大客戶聞香下馬 靠的是十六年來豐田模式大改造 我就專心在這個整個廠區裡面 一直改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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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團隊一直檢討 一直檢討 生產計畫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耗很多的時間 再去計算或者在編排 那豐田生產方式看板生產方式 其實就是這個表 就是在這個裡面轉換成 這個叫訂單 這叫看板 然後直接在這裡面生產就要去排成 當有要變動的時候很容易抽換 投資上千萬 設計這套看板管理 把紙本訂單表格立體化 統一訂單資訊 讓生產線 採購 倉庫管理等不同部門 及時調整生產計畫 不只節省人力 資訊透明 更能提高生產效率 這一小工作區塊是專門製作 德國車廠防塵油風的地方 這些機器設備加上一個人的輔助 就可以生產年產量250萬片 油風裡面要有一些任法的防禦 有不利水要添加上去的 那過去可能是用 一般傳統是用手去一個一個弄的 後來再改成 用機器手臂去加 帶去手皺葉的 所以現在這個只放跟包裝而已 生產性可以提升25-30% 產線自動化已成為時代趨勢 工廠改革至今人力減少110人 將近一半 相對的產能提升30% 一年外銷美國 德國的油風數量約2400萬片 且年年成長 同時無從讓不忘 風田模式的核心理念 人才是寶藏 員工是家族 老闆有跟我們溝通 對 我們知道就是 薪水要增多 要靠大家努力 會不會覺得說 這幾年薪水漲很多 有 這個漲很多 這兩年這個漲很多 而且我們也是 一年提升兩千塊 即便當前局勢 前有歐洲頂尖技術強敵 後有大陸紅潮來襲 無從讓不及的做大 著重提升內部生產技術 目標十年內 產現全自動化 鞏固高技術 頂直穩定的優勢 以小企業大名氣 讓小小的MIT油工 在全球高級車市場大放光彩